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正在勾出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回家的第九集 前边我们说到 男主人公齐辉 因为涉嫌杀害了自己的继父王富贵 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后来看守所转移载压人员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 为了能够和自己的母亲在春节之前见上一面 齐辉就趁着这个机会逃脱了 而且她是阴差阳错的 跟护士何林 还有陈金河夫妇 李国强等人走到了一起 一路同行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齐辉无意当中发现 李国强竟然就是指证自己杀害黄富贵的目击证人员 其实是个杀人简易犯 而且她还认识黄富贵 但是她是一直极力地隐瞒这个事实 齐辉试图从李国强的身上找到线索 洗刷自己的冤屈 这个时候司机老罗的车子在山上遇到了车祸 齐辉为了救大家跟着这个车一块摔到山崖底下去 生死为无 另外 齐辉的家里 她的妹妹发现哥哥是被冤枉的 杀害黄富贵的凶手啊 可能是她自己的男朋友傅大宽 她准备向警方说出真相 可是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另外一方面 陈金河曾经目睹李国强故意 装死亡富贵的情人刘玉丽 于是以此为要挟 一再敲诈李国强 结果呢 被李国强推到山底下去 李国强为了掩盖罪行 对大家说 陈金河不小心掉到山底就知道 陈金河的妻子刘玉华 她就不相信李国强的话 在经历了丧夫之痛之后 刘瑞华呢 这一激动 肚子里的孩子马上要生死 这会儿是天寒地冻 母子俩的安慰令人担忧啊 在恶劣的环境之下 这些人能撑得过去吗 刘瑞 刘瑞 刘瑞加油 别害怕 我一定会帮着你的 刘瑞 刘瑞加油 深呼吸 别害怕 我一定会帮你的 刘瑞 为了孩子 为了治大高 刘瑞加油 登车 难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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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缠要死人的 怎么 死吧 现在只能给他暴暖 可怜 你干什么 你会被冻死的 这天气太冷了 如果他要是发烧的话 那情况就更严重了 等一下 用我的 你要是再病了 就够没人救他 可是 可是他刚才要那么对你 我怎么会跟他一起 拿手去说 我看罗江是个好人 是怎么能害人家的 那我现在要给他接生了 罗大哥 你帮我进去 刘杰抱着 稳住他的情绪 好 郭强 你想办法 去烧点药水 不要 我 郭强 来 我这里面 有饭盒 好了 我知道 来 刘杰 刘杰 你听我的 不要害怕 先深呼吸 深呼吸 累了 用人加油 你如果觉得疼的话 你就咬着我 来 为了陈大哥 为了孩子 你一定能洗呢 小呼吸 满满的组织 你不能洗 你不能洗 刘杰 加油 加油 用力 刘杰 用力 放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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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啊刘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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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es 我用力 刘杰 小心 快 花影 我要回来 他生了 刘杰 他睡了 生啊 花影 花影 生了 好 不要 我 过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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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何凛啊 今天呢 多亏你在了 要不然的话你说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 他到底给人家接生啊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火光 来救咱们 何凛 你说 咱们 会不会冻死在这儿 不会的 放心 不会的 一定会有人来帮咱们的 我看 我看雪 这棋灰 摔到山崖下去了 老陈 老陈也没了 这小刘 还有孩子 也希望有几手 我看 我们大家 恐怕 恐怕都回不了家 别这样 我们一定能离开这里的 我们要用信心 一定能离开这里的 我李洛强 辛辛苦苦 大平之不多年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会死在这儿 这临死之前 连我女儿 连我女儿 也见不着了 郭家 你的女儿 怎么从来没听 听你提起我呀 她在国外流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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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 我在哪儿 来 小心点 我去 小心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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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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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我在哪儿 cooking Joker 别 到了 刘姐 刘姐 她可能是血过多 很虚弱 现在再想办法 给她止血 这 这如常演里呢 这个怎么卖 爸爸 是怎么样 这边 是挠东西 是用来止血线 这边 只有冬天才鸿 这样 我去山坡上 找一些草药 来给他指检 你自己能行吗 没事放心吧 我就在这附近 慢点啊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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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 就是想把整件事情 都跟你说清楚 小明 每天晚上 那个混蛋侮辱你以后 我看着你的样子 我作为你男朋友 我比谁都生气 小明 小明 大快 你怎么拆了 小明 大哥打你了 就是混哨子 打你哪儿了 看看 他哪儿了 你看不见 这眼睛 看不见了 眼睛都 这都是 听点 这边 这边没事吧 这边还不太好 没事 没事就行 我没有想到这么一来却害了齐大哥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也恨我自个儿 我对我自个儿说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窝囊 你能不能这么节眸一点 可是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 我还是没有勇气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爱大哥的 你 也就是 我现在想明白 我不能这么自私 明天 我去自首 不想让你看不及 快点 快点 星车叔 星轿叔 Joint 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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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我是游戏 你可能 regiment 我游戏 我不能不能 我游戏 承叔,承叔 我再离开 离开我了 我还记得 那年 那天 你离开学校 我看着你离开了 我看着你 可是你 你也想你记得我了 记得,我全都记得 那时候我在全家打完球 你一定要躲在角落里看我 这每个人 我一直都记得 我真的记得 我还记得 那天晚上 你跟我说 离开我们的亲人 都会在天上指引着我 当时你问我 在这个世界上 还永远让我牵挂的人 有 有 有 一个人 一个人 就是当年牧送的一个学校的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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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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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爷 老爷 没事吧 没事吧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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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死了 我是不是死了 别怕别怕 我在哪啊 祁慧 真的是你吗 你 你没事了吧 你不是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吗 真的是你救了我 我想起来了 你说了你不要我死 你不要我离开你 我 我当时只是想救你 说的那些话 你别当时 你们没事吧 他说我来救命恩人 小兄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跟着车一起掉悬崖下面 我从车里被甩了出来 挂在一棵大树上 后来是老郭经过那儿 才把我救了 我把他救回家 他醒来对我说 我还有几个朋友也可危险 所以我们马上就出去找你们了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死在那儿 对了 你给小刘 跟他孩子 现在情况怎么样 刚才郭大哥拿了些药 我已经给他们吃了 现在情况基本稳定一点 凡事都要有希望 你不用安慰我 虽然老程不在了 虽然老程不在了 但我还有儿子 我为了他 我为了他 变得坚强起来 你真的能这样想就好了 赫磊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们不在 我们不在 赫磊 郭大哥让你去吃东西 嗯 丁美 陈兄弟的事 我真的非常遗憾 但请你相信我 我是尽了全力想救他 但我没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摔了下去 你出去 你说再多都没用 你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你为什么对我误会这么深 我根本就 那个郭家王 刘姐的情况刚刚稳定一点 先不要刺激他 对了 我跟你说 李国强这个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跟他走太近了 我绝对不相信 李国强会做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也许啊 你是真的误会他了 不瞒你说 老陈从我之前跟我说过 让我有机会提醒你 提防李国强 老陈他不是一个 喜欢在别人背后说是非的人 他一定是知道了李国强什么秘密 可是 陈大哥跟李国强根本就不认识 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秘密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这已经走了 就更没人知道了 现在齐辉回来了 之前他已经发现李国强的手机里的照片 他知道李国强在隐瞒着一些什么 而且多多少少这个李国强和自己继父的死之间一定有某种关系 李国强也知道齐辉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而刘瑞华也一直对李国强的态度十分不友善 现在李国强的这个伪善的外表就要被撕去了 而另外一方面 傅大宽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 准备向警方说出真相 齐辉的冤屈能被洗清吗 两个人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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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来送我的吗 放心 等我把真相说出来 阿哥就没事 大宽 大宽 你别去 大宽 别去自在手 秦敏 上次在医院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医院 什么医院 没 我没什么话要跟你说 大宽 你不是刚刚让我去你家吗 走吧 真没话跟我说呀 没有 没有 快走啊 愣着点 我们走啊 赵警官 谢警官 我们走啊 秦敏有事 瞒着我来 这副大宽 有问题 小明 你告诉我 他刚才说你去医院了 你去医院干什么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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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是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我有孩子 我怀孕了 我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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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孕了 我有孩子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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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对你,好好对他们的孩子 你们真的要结婚? 阿姨,我希望你能够答应让小敏跟我结婚 你跟小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 只是 是,阿姨,我知道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咱们,那也是为了孩子 我明白 那行吧 谢谢妈 大叔 你还好吗? 你总算是回来了 阿姨 大叔 小敏 你疯了呀 他肯定是你为父呀 没有这样的位子 也没有这样的位子 也没有这样的位子 杀了人,想让我顶罪 让我当于是鬼 哥 说我对不起 我真是忘了 小米 妈 你刚才说什么呀 什么对不起你哥呀 没 没什么 不对 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还有什么事没告诉妈 没有 妈 没有 你别问我 妈 没有 没有 我是你妈 你有什么不好对我说呀 到底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你说呀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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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沙皇富贵女 不是大哥 是 是 不是大哥 是 什么 你说 你说大官是 是 大官才是杀人凶手 根本不关关事 你说大官是凶手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你不把真相说出来 你还要跟着借我呢 妈 妈 我不能让大官坐牢 你大官是 我 你大官这么残念 你确定要什么对她 你打个是死活 我们都不知道 你真是太自私了 是 我是为了 我也很恨我自己 我也很恨我自己 为什么这孩子 小鸣 小鸣 你这样会伤到你自己 伤到你 妈 我该怎么办 老姐姐 你要惩罚你 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这么痛苦 妈 这是我也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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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妈 快来救救我妈 妈 老婆 刚才在后面 看见一辆摩托车 那辆摩托车 早就坏了 再说现在天寒地冻的 没人愿意来修 要不待会儿我来试试 要是修好了 咱们就可以骑着摩托车 到县城找人帮忙了 怎么样 能行吗 问题不大 应该能修好 怎么样 修好了吗 快了 又下雪了 那天上是什么呀 这不是快过春节了吗 村民们 东西文在这段时间 把那些天灯放上去 天灯 这是我们这很早以前留下来的习宿 我记得我屋子里 好像还有几个天灯的 我去挑出来 你先试一下 行 哇 好大的雪呀 郭大哥这干嘛去了 郭大哥呀 给咱们拿天灯去了 这儿是他们的一个习俗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要放 放天灯 村大哥 来 我这儿正好有五个 咱们一人一个啊 把你的药蒸起来 来来来 来 自己演啊 郭大哥 这是我的 祝我儿子 以后能出人头地 写的什么 希望女儿学业有成 我父亲身体健康 保佑自己 赢了 这么多愿望 所以我们与福 我都在教育俩 说我 你 我 我 他当初 就是嫌我没有钱 零下 我和刚刚出生的女儿 跟我一个有钱的同学走 所以 你就特别怕自己没有钱 拼命地赚钱 是 我特别怕 钱有时候就是忙活态 才有时候没有钱 连帮忙都不 不是我 你喜欢想要 我希望刘姐和孩子 都能健康平安 也希望 能和自己爱的人走在一起 小兄弟 你写的什么情愿 没什么 瞎写的 点个吧 咱们 可怜 七回都点了 咱们也点吧 好 来 我来 对不起 我没想到事情了 会变成这样 对不起 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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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 我还想去哪 自首会 那我和孩子怎么办 你要我养大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心里面得到好受力 才能让你和我干的那些工作在这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难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要走 我连孩子都没有你 我好难受 我好难受 你不好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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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妈 大哥 胡子 快别人醒了 妈 妈 妈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 妈 我听不到 妈 妈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照顾小米和孩子 过来 我 快走 快快快走 快快走 我爸 同工三大 警方麦包当消失 趕快通知主治医师 护士来的 什么意思 病毒已经症了 妈 妈 你什么病 妈 你不能丢下我 妈 妈 你还没有等哥回来呢 你不能走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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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你受伤了 我看看 我说了没事 站住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还记得我快死的时候 你抱住我的温暖 你说了你不想让我死 可是我记得 你说你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在学校看你打球的我 这些年你一直都记得 你还说过你已经错过了我一次 你不想错过第二次 你说你不想让自己后悔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得 你说你是不是 摄影 了 她 我觉得我的心跟我是一样的 不要再推开我 我想 你 替田 你别这样 我当真是为了救你 说你一些话 别当真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你对我的感情 你忘了我现在什么身份了 我只知道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 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 你后悔怎么样 我想让自己后悔 我只要现在我不介意 不介意可是我介意 以后留我远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张警官啊 伯母的后事办得怎么样 都闹好了 这齐家过了个什么年啊 先是黄福贵死了 接着齐灰又成了嫌疑人 现在伯母也去了 是 谁都不愿意看见这样的事发生 依我看的 这些事的罪魁过手 就是杀死黄福贵的那个凶手 要不是他 齐家也不会出这么一事 是 二位请问 我齐大哥也是一时冲动 杀了人 还希望你们能够 能够 宽大处理 齐云现在只是犯罪嫌疑 没有人说他一定是凶手 这个案件 他还进一步侦查中 不排除 有人栽赃假货 假货 谁会这么做 你们查出来了 没有 这不正在查吗 你知道什么吗 你们警察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 福大宽 何林再次见到的齐灰 他非常的激动 但是对于何林的感情 齐灰却一直刻意保持着距离 因为啊 齐灰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不想让何林受到牵连 而且呢 他也觉得 他没有那个自信 能够给何林带来幸福的生活 所以啊 他一再冷漠地把何林推开 经历很痛苦啊 现在经历过 结后余生的齐灰 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 更不知道 案发当天 他的准妹夫 傅大宽在他之后 去过黄富贵的家里 人很可能是傅大宽杀了 傅大宽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 背不了这良心的战 精神都快崩溃了 傅大宽和齐灰不安的状态 刚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 警方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接近 案件的真相 另外啊 我们都知道 李国强一直否认 认识黄富贵 其实两个人 不但认识 而且关系不简单 更重要的就是 李国强曾经故意开车 撞死了黄富贵的情人刘伊丽 那么李国强和黄富贵 被杀一样 到底有没有联系 这个孩子 要怪 就只能怪你丈夫太贪心 看普法故事品百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